嗨,大家好,我是Joe 最近呢有很多钓友在评论区给我 留了很多关于这个路亚方面的问题 那我今天我就借这期视频来给大家解答 然后呢也算是另一种方式的这个知识的分享吧 首先呢第一个问题是 想问一下如果湖不大 然后整个湖都是水草 但是有一些零星的水面 在这种情况下要怎么掉 这种情况呢在夏季是非常常见的 那其实很简单 首先呢你要保证使用的这个吊阻是防挂的 在草区里面第一点就是要防挂 那德州就能够很容易的完成这一个任务 然后呢如果你想要掉水面的话 比如说那个水下的植被已经漫到了这个 漫到了水面 然后呢中间的是这个植被是有空隙的 那如果你想要快速的搜寻的话 首先我们就可以用一个水面系的这个 软鹅青蛙 那用德州的挂法来玩这个青蛙 就可以快速的搜寻这个水面上的这一片草 然后呢那些活性最高的鱼 通常他们也是比较愿意咬这个水面的耳的 特别是在这个低光的状态下 那这个水面的话也是可以玩的 然后等到太阳升的比较高的时候呢 那那些鱼可能就会比较躲到这个草的深处 那这个时候如果还有活性高的鱼的话 大家就可以钓草线 通常那些较高活性的鱼呢 会利用草线来伏击这个路过的鱼 在草区里面的鱼呢 他们都会利用这个草线来完成他们这个移动的 在这个德州的软鹅选择方面呢 大家就可以用像这种软虫 竟然选择触手比较少的软鹅来做掉这个草区 如果你的触手很多的话 那他他这个卡卡水草的这个问题就会出现 那比如说像这个镰刀尾的软虫的话 你可以就慢拖或者是均速的收线 那这个在你均速收线的时候呢 他的这个尾巴是会提起水花的 那也是能够很容易的就吸引到路易的注意力 然后呢牵坠方面 大家就尽量选择一些很轻的这个牵来完成这个德州 或者是甚至可以用无牵 那就可以用这个来抛到草洞外延 然后慢慢的往回托 让他顺着这个草洞往下飘 那这时候如果草洞附近有鲁鱼的话 他就会第一时间来咬这个软鹅 如果你觉得德州的这个搜索范围比较慢 然后鱼又比较贴水草的话 我们甚至可以用这个水瓶背来完成这个快速搜索的动作 这是一个四寸的三寸八到四寸的这个水瓶背 那你可以就要看你这个草的这个厚度 你就可以选择用无牵或者是带牵的这个带叶片的这个钩子来玩 在装备的选择方面呢 由于我们是在做掉草区 所以呢 Million Heavy或者是Heavy的杆子会比较的适合 我不推荐大家在草区里面用这个Million的杆子来完成这些操作 通常草区里面的鱼呢 第一时间上鱼以后呢 它是会往水草里面装的 所以呢如果你的这个装备不够重的话 可能很有可能就拔不出来这个鱼 然后第二个问题呢 是这个钓友给我留言说 像现在外面都36度到40度的高温 有可能钓到鱼吗 还有像这种天气我们怎么找鱼 像这种夏季的情况呢 首先要跟大家说就是 你要抱着一个打龟的心态去钓这个鱼 不要说想说夏天的话 你一定要钓到多少 因为基本上夏天呢 鱼还是比较难钓的 特别是没有条件传钓的朋友 那大家可以在岸边钓早晚 然后如果正午太阳最高的时候呢 就尽量不要去钓鱼 因为通常那个时候岸边呢 鱼是不会有那么多的 甚至说你的钓到鱼的几率 很有可能是零 那如果你钓早晚的话 尽量就找那种有障碍物的标点 比如说岛树或者是水草 或者是树荫 这些是一个比较理想的标点 因为夏天的话 树荫和这个水草能够给鱼提供很好的这个隐蔽的空间 那路过的那些鱼呢 它们就能够很容易的伏击到 而且这些通常躲在这些草里面 或者是树外延的这些鱼呢 它们是一整个夏季都会待在这个潜水区里面的 那至于这个深水区里面的鱼的话 大家就要找结构来钓 那像这个深水区的话 大家就可以找那些水下的岛树 这些当然这些是要利用你的鱼探 搭配这个等生土来找的 接下来这个问题呢 是最近用PE线抛水滴轮 然后线老是卡 尤其是湿线时候容易发生 就是在空中突然因为卡线被拽停垂直掉入水中 怎样解决问题 那这个问题呢 在水滴轮上PE线的时候经常就容易出现 有很大一个原因 就是你在上这个PE线的时候 然后咬线这个咬的不够紧 那你建议你呢就是把这个线 你在这个空框的场地上面 把这个线退下来 然后重新的上一次线 在你上线的时候呢 在你上线的时候呢 就是最好就是 拿一块布 然后夹在这个线上面 施加一点压力 然后这个时候 尽量的把这个线上紧一点 然后就可以避免这种情况 还有就是在这个刹车力方面的话 你也可以如果是新手的话 就可以尽量的调大一点 把刹车 如果你的刹车有10的话 就调到个7 然后就开始慢慢练习 但是呢 很多时候都是因为线上的不够紧 然后PE线就容易造成这个卡线的状况 接下来的这个问题呢 是想请问一下 3.8的T维鱼 用多少号的钩子掉草区 这里呢有两个推荐 两个钩子的推荐 那我不清楚你的这个 掉点的具体的情况 但是呢 首先就是你可以用3.0的 这个框腹去品钩来做掉 如果你的这个水草比较密集的话 就选择用这种无迁的钩子 然后呢 或者是水面静止的情况下 就是完全没有任何波纹的情况下 这个钩子搭配软鱼的话 也是非常的自然的 然后在这个水草比较稀疏的情况下 或者是水面有波纹 或者是水比较浑浊的时候呢 你就可以选择用这个3.0的这个SWIMBAY钩 那这个钩子呢 它下面是有搭配了一个叶片 在水浑浊或者是起风的时候呢 它能够增加整个吊足的诱鱼性 然后呢给我们提供了更多的被鱼发现的机会 然后接下来的这个问题是 为什么我去烧大点的湖 船在湖中央都钓不上鱼 是不是水太深的缘故 就算到岸边也基本不上鱼 郁闷啊 那首先我想说呢 你的这个水域的面积越大 那鱼能够躲藏的这个空间 肯定就越大 所以呢 找到鱼的几率 那就肯定是要小 那这个时候大家传掉的话 首先你就要去学会使用鱼探 然后还有就是要看等生涂 在传掉的时候呢 深水区大家一定要学会 就是看结构 找结构 然后再不断的用这个鱼探 来探清水下的这些吊点 看看是有石头还是岛树 那这种情况下 在深水区才有可能钓到鱼 鱼呢 它们的活动是要靠水下的这个 河船来完成的 它们不是说在水里面随便乱游的 那就算是有船到岸边钓的话 那你要记住就是现在像 特别是像夏天这种情况 鱼到岸边的几率就是有 早晚 那其他时候呢 它们通常如果在岸边的话 就会躲在障碍物里面 像岛树或者是水草 所以呢在钓这个岸边的时候 你的你的这个船也是要快速的覆盖水域 然后尽量的多钓一些障碍 大家在平时按钓的时候呢 就觉得船钓非常简单 其实是相反的 其实呢 船钓的难度更大 因为你的能做钓的这个水域更多了 所以呢这个不确定的鱼的这个方位 更难够更难确定 所以呢 船钓是没有看起来那么简单的 其实岸钓比船钓要容易很多 因为你们的这个钓点 鱼如果有在这个岸边活动的话 它会在你这个第一时间 抛出你的这个钓组的时候 它们会第一时间在这个一定的范围里面攻击这个钓组 所以呢岸边其实钓鱼比这个船钓要简单很多的 接下来的这个问题是 胆水板买多重比较好 那首先给大家介绍一下 这个胆水板是什么东西 其实呢 就是一个钳头钩 然后铁面呢 是加了一个这个胆板在里面 那英文呢 是叫chatter bay 那这个鵝呢 它们当初设计的时候 是专门来针对这个水草钓的 当然你可以用它来钓这个岛树 但是它这个过岛树的能力会比较的差一点 草区才是它这个做掉的最理想的范围 那这个鵝呢 在我们操作起来的时候 均速收线的时候呢 它的这个前面的这个 不锈钢的胆板会在左右的摇晃 然后会推起这个 在水里面会产生震动来 鱿鱼 最近的这几年呢 它甚至是有这个取代 在spinner bay的这个机箱 那spinner bay呢 在这个胆水板出来以后呢 用的也是比较的少的 然后那胆水板呢 它很多时候 是用来模仿水下的这个鹅鱼的 所以呢 我们在挂托椅的时候 通常会挂上这个鱼形的卵鹅 当然 有时候 如果你想要用它来模仿小龙虾的话 你后面是可以挂小龙虾的 重量的方面呢 我如果平时在吊5尺以内的水深的话 我会选择就 8分之3盎司的这个配重 然后 5到10尺呢 我就会选择半盎司 在这个10尺或者更深的地方 就比较难找到水场 而且呢 还有其他吊主 会比它的这个效果会更好一点 通常它是用来吊潜水区的 特别是在岸边 吊芦苇的时候呢 它是有很好的效果的 那总的来说还是草区能够发挥出它的这个特产 这个钓友说 我是岸钓能找到的地方有限 希望能够推荐岸钓比较好的建议 就是夏天的时候 在夏季的时候 岸边钓鱼呢 其实是非常难的 如果有可能的话 就多钓那些障碍物 像水草 导树 树荫 有的时候呢 如果你的这个钓点有流的话 那就尽量多钓有水流的地方 那像美国呢 是有很多这种大坝的 那在夏天的话 这种大坝 它们会通常会利用这个水流来发电 那这种时候呢 那里就那里的这个流就比较的多 在水里面有流以后呢 它们是会产生这个氧气的 那这种情况下 附近的鱼可能会也是比较多 所以呢 如果有条件的话 也可以到这个大坝下面去钓鱼 最后一个最后一个问题呢 是这个钓友给我留言说 他想学水滴轮 能不能直接介绍个牌子和型号 适合新手用的这个转述 那这个问题呢 之前有很多钓友就给我留言过 今天我就给大家分享一下 我自己的这个个人的一些建议吧 首先呢 在这个选择一个牌子之前呢 你要了解一下他的这个客服 我觉得这个售后是非常重要的 那阿布呢 在我这几年的使用下来 我就对他们的客服还是非常满意的 所以呢 我就一直使用到他们的产品 而且呢 他们这个本身的产品的质量 还是挺不错的吧 有一些轮子呢 我是从干钓鱼那一会儿就已经在用 然后现在一直用到现在 每年也就稍微的就清理一下 在价位方面呢 那在轮子的 那在这个轮子的价位方面呢 我就推荐大家尽量 就特别这种机械的东西 尽量的不要买的太便宜 你自己想一想 就是一个50的轮子和一个200元的轮子 他们同样是11个 比如说同样是11个这个轴层 那你觉得这个50块钱的这个轮子 它轴层和这个200元的这个轴层 哪一个会更好一点对吧 那我这里呢 刚好是前几天又买了一个新轮子 给大家看一看 这是阿布的这个第四代的STX 那它的售价是199 首先呢 我就建议大家在买轮子之前呢 你要先去店里面拿着这个 拿着这个轮子在手上把玩一下 然后舒适度很重要 就是我们掉一天 一天掉下来 如果你拿在手上非常难受的话 我不管你花多少钱买这个轮子 我觉得都是很不值得的 那接下来呢 就要看你自己的个人习惯 是选择左手还是右手 左右手的话 我现在是基本上都是能够用的 那通常很多人 我觉得90%的人 应该都是会选择右手的这个手柄 当然这个是要看你自己的个人吧 然后就是在这个数笔的选择方面呢 我推荐大家 如果你是只有买一到两个轮子的情况下呢 我就推荐你买一个中速的 那现在七速笔的轮子 可以算是一个中速的轮子了 你要记住就是 你的轮子可以慢下来 但是你永远不能让它快起来 所以呢 买一个七速笔的轮子 那如果你要玩一些比较慢的掉逐的话 你就收的比较慢一点 这个是人为可以操控的 那如果你的轮子买的太慢的话 你是永远快不起来的 因为你怎么转 它的这个数笔永远都在七 所以呢 这是我给大家的一些建议 好吧 今天的视频就先跟大家聊到这里 如果你喜欢这种类型的视频的话 给我在视频下方留言 然后呢 不要忘记的订阅我的频道 还有就是给视频点个赞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